我们今天难处上来 你说他虚妄 他怎么个虚妄法 明明摆在面前 他怎么个虚妄法 你一定要晓得 这个像是夜莺国报 刹那生灭循环所现 你得把它实时真相搞清楚 像存在不存在 刹那生灭不存在 不着相方式真心 不着原生方式真心 性意不着方式真心 这是总结前面 遍及执行 依他起行 语言是原尘实心 相无心 僧无心 僧义无心 对于这些法相名词的含义 我们清除明了 而不能够执着 这个执着 是含着 微细的 其心动念分别 都不能有 这才是真心 这才是真心 这才是真心真心的泄露 真心 相机立心而无体 心与非立心 信与非立相而别臣 与以游远 这个意思才讲的圆满 为什么呢 信一定现象 心是体 有体一定有相 一定有作用 所以体相用 是一二三三二一 我们看华严经的经体上 大方广三个字 就是说的体相用 那么佛法里面讲真 讲旺 它的定义很简单 凡是永恒常住不变 就叫它做真 凡是会变 无常的 就叫它做旺 那么体相用 在这个里面 体是不变的 体是常住的 所以说它是真的 相跟作用都会变 相也会变 用也会变 会变的就是无常的 我们叫它做旺 叫它做旺 那么由此可知 正往事宜 正往事宜 麻烦的 是众生着相 而不见信 这麻烦的次第 所以 只要你不着相 信在哪里呢 信相一如 信相是一体的 见相就是见信 见信就是见相 信相远无二致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才圆满 佛说三心三无心 所以信相之圆融 清良大师 在华言经里面 为我们讲的 无障碍发解 理无碍 似无碍 理似无碍 似似无碍 为什么无碍呢 因为它是圆融的 它是一体的 我们要如何 能够歧入 佛菩萨的境界 也就是说 如何能够歧入 真实的境界 这个经上讲得很好 禅宗里的常说 明信尽信 尽信臣佛 本经里面所讲的 祝福如来 祝福如来是谁 我们自己是的 不是别人 我们什么时候 能成得了 祝福如来呢 说祝福 诸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 这金刚经理讲得很清楚 原教初诸以上 就是祝福 华言经称 四十一位法身大使 在本经里面称祝福 这四十一位叫祝福 究竟国位上 那叫圆满佛 这个四十一位叫分正佛 通通通通是如来 都有如来的这个称号 都有如来这个意思 怎么样去如 金刚经上讲得太好了 如来这 祝法如意 我们什么时候到祝法如意 我们就是如来 我们就成佛了 所以不是圆满佛吗 分正佛了 真佛不是假佛 什么叫祝法如意呢 与一切静缘当中 人是环境无存 没有障碍 就如了 有障碍就不如了 我们今天看这个人喜欢 看那个人讨厌 这不如啊 看这一桩四情喜欢 看那一桩四情不高兴 也不如啊 如何能够把设法界看成一法界 设法界是 设法界不二 维摩经上说 如不二 众生跟佛一如 性相一如 离世一如 乃至于空有一如 人静一如 佛跟母也一如 无有也法不如 这是我们经干净说的 万法皆如 法法皆是 这个时候 那就恭喜你了 你就成了祝福如来了 你若了佛位了 这是我们要努力点 功夫在哪里用呢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顺利静缘之中 练习观了 把这个观念换过来 从前观念错误了 错误就是 样样都不如 样样都不适 样样都对立 如何在这个里面体会到 它是一 它决定不是二 但是这种观 大臣经上都教给我们这种观 实在讲呢 他一定把方法的 这个道理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们观不出来 无从下手 甚至讲 不是佛不慈悲 佛讲得太清楚了 像金刚经上 随便念几句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那不就一如了吗 佛是个像 摩鬼畜生也是个像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佛像是希望的 畜生摩鬼相也是希望的 那不就一如了吗 不就平等了吗 你要时时刻刻提得起来 我们今天难处上 你说他希望 他怎么个希望法 明明摆在面前 他怎么个希望法 你一定要晓得 这个像是夜莺国报 刹那生灭循环所现的 你得把他思识真相搞清楚 像存在不存在呢 刹那生灭不存在 你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 用这个方法观察 释出世间一切法 你慢慢可以欺辱到夜莺 可以入波尔法门 这个官不能射掉 一射掉就迷惑了 一射掉的时候 你就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了 你就有是非人物 你就有无量的烦恼 迷失了真相 真相没有别的 是夜莺国报 循环的相续相 确确实实 刹那生灭 刹那生灭 他停他这个生灭的时间太短处了 时间太短了 可以说是生灭同时 这一生就灭 生灭同时 所以叫他做不生不灭 注意想想 如果果然不生 你说个不生就没意思了 说个不生不灭 那有什么意思 生灭跟不生灭是同时的 说他做不生不灭 这个话就有意义了 他不是真的不生 确确实实 他不存在 你说佛 佛不存在 说鬼畜生 他也不存在 没有一样东西是存在的 从真理去看 就如意如了 就才晓得发发平等 真的是 是诸发平等 无有高下了 我们再看 这个小株里面说的 智者明了三心三无心之理 一贯通乎形象 这能空有不住 何乎中道 三心三无心 也是说明 四十真相 告诉我们 所有一切 发现这现象的性质 我们统统搞清楚 搞明白了 当然 就不会再执着了 不会 再去分别了 那么这样不但我们可以脱离轮回 脱离生死 事出事法里面都知道 生死是大 佛的大臣经典 确确确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确实可以脱离生死 可以超越轮回 不但能够超越轮回 而且能够超越舍发界 只要你入波尔发界 只要你入波尔发门就超越舍发界了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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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感谢观看